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 菩萨投身为露 住在圣灵中 作为露群的首领 有一天 他的妹妹荷罗蒂亚带着他的孩子到来 便说 兄啊 这是您的质子 请您传授他智慧和身为露的逃生的本领吧 菩萨应允了 于是 他把孩子交给菩萨照顾 菩萨对智子说 按照我吩咐的时间到我这儿来 我会教你课程 然而 智子并没有按照吩咐的时间到来 鹿王想了想 嗯?智子怎么还没来? 原来 他和小伙伴们玩去了 接下来的七天 他逃了七堂课 没有学习鹿的生存技能 有一天 这不受教的鹿在外游荡 终于落入了陷阱 他便喊道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他的母亲来到菩萨面前 问道 兄啊!您智儿没有学习鹿的生存之书吗? 鹿王回答 不要再想你那不可受教的孩子了 他没学到鹿的智子术 佛陀说完法后 说 并非现在 彼修 在过去生 你也是如此不听教诲 佛陀接着联系前生与本生 说道 当时 热不听训诫的彼修 是鹿王的智子 莲花色彼修名 是鹿王的妹妹 师教的鹿王就是我 鹿王基于慈爱 接受学生并安排授课 然而小鹿逃课不学习 最终因缺乏逃生技能而遇害 鹿王始终能保持舍心 众生要及时醒觉 不要等到梦醒时无路可走 如果一个人能遇见居智慧 慈悲之导师的受教 又懂得珍惜是非常重要的 这懂意涵着多少智慧与美德 遇到佛陀 正法和身团注释 遇到三知识善友 这是一个殊胜的机缘 这样的善缘得以引导人们 看见自己一直以来的恶习 并改正不再重犯 如果今生我们有机缘遇到这样的指引 告诉我们过去和现在的坏习惯 我会珍惜机会感激和改正吗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儿 感谢大家的聆听 沙鲁沙鲁沙鲁 谢谢大家